日本A5和牛用荔枝木炭燒 再加入薰百里香 逼出肉汁香氣 吊掛的五載魚大火炙烤 讓魚肉表皮透出金黃色澤 重頭戲是這位九公斤重 日本直送的鴻憨 師傅新鮮現切就能上桌 餐飲集團日料品牌全新概念店 端出二十一道新菜色 除了原來的這個新概念店的成長 我們也期待帶動我們整體 在日本料理市場整體的門店上的話 能提升十個Percent 以上的一個機會 美味佳肴坐上列車 送到你的餐桌前 迴轉壽司起家的餐飲集團 旗下創新日料品牌 這回用松露提味的和牛臥壽司 炸過的掛包皮 配上沾滿法式胡麻醬的五花肉 創意料理顛覆 韜客想像 我剛才吃這一道我覺得很特別 加了這個餅乾一起進去之後口感更酥脆 你看上面的那個好像是餛飩皮 然後用炸的 依然小吃的感覺 臺灣人有多愛吃日料 二零二四年日料消費規模增幅達百分之七十六 年產值更是超過千億元 網品一期推極上四十六品 和牛雞鞭燒 針線Magic Touch 找來擅長肉類料理的廚弗瑞德合作 金子半支柱十週年限定門市推燒肉熔岩起司 雙翔洞 希望說可以透過比較多元化的風味 來吸引更多年輕族群以及勇於嘗試挑戰新口味的客人 日料餐飲品牌紛紛端出新菜色 就算進入冬天逐漸變冷 也要持續吸引客人上門 瓜分年末聚餐商機 三立新聞 張宏泉立廷台北報導